目前我們所了解的 錄影帶上呈現的只有兩個人 就是黃文財和韓國瑜市長 那黃文財是先離開以後 然後韓國瑜市長留下來過夜 這一段時間來 不管是抹黑 重傷 造謠 事有若無 事真若假 事真若患 等等 事實上我這兩年來 已經經歷非常的多 那包括上個禮拜在這裡 大家說二十年前我喝酒手放哪裡 今天大家說我兩三年前睡在哪裡等等 我覺得這些抹黑應該 適可而止 這為什麼 吳梓家董事長說檢調 檢調是偵查不公開的 那為什麼半個月前 賴清德前行政院長 跟八位立法院吃飯 整個被曝光了 是不是有國家公權力 真的介入來當打手 這是不對的 檢調會去搜索的話 必然是這個跟犯案 或是說相關的案情有非常深的關係 那董事長您那個黃文財是說 那個王小姐是他們共和朋友 他們都徹底在打麻將 那打麻將的話需要四個人 那您覺得第四個人到現在還沒有現身 可不可以說說您的看法 第一個黃文財對這個打麻將的說法 是公開說謊 然後目前我們所了解的 錄影帶上呈現的只有兩個人 就是黃文財和韓國瑜市長 那黃文財是先離開以後 然後韓國瑜市長留下來過夜 這是目前看到的情況 那第四個所謂打麻將的第四個人的話 目前的錄影帶上面的並沒有這個事實 好 董事長再稍微幫我看這邊 好 還 沒有 稍微幫她轉過來 對對對 謝謝 那這樣子的話 檢調會搜索那個王小姐家嗎 那是無意代表說她跟韓國瑜有關係 比黃文財所說的好朋友之間更加深厚 對 這個就是檢調會去搜索的話 必然是這個跟犯案或是說相關的案情 有非常深的關係 當然不是黃文財所說的 簡單的一個所謂的打麻將的牌友 或是打麻將的據說 所以再次證明說黃文財說謊 那您認為王小姐會不會在韓國瑜的選舉期間 然後在背後歡迎什麼舉出行眾的角色之類 韓國瑜這個事件好像去年並沒有發生 那今年我相信因為如果韓國瑜當任總統候選人的話 那必然就相關的這些錄影帶跟這些相關的證物 就會浮上檯面 這個總統大選這個跑不掉的事情 那您認為因為這位王小姐劇傳她過去有媒體相關的背景嗎 那這樣子 王小姐的背景我不是很瞭解 但是黃文財的說法顯然的不是事實 但是我建議大家往新新聞的方向去思考 可能這個方向比較正確一點 那本來是想問你說 她因為好像劇傳就是王小姐有媒體業務這方面的背景 那會不會就是跟現在的新聞局長黃潔秋有什麼關係 這個我不是很瞭解 但是我想應該往新新聞去想一想比較對 因為黃文財當過新新聞的總編輯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